接下来有请的是 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小伙子 这位小伙子 是特意从北京回来相亲的 来 掌声有请他 全场热烈 哎呦哎呀挺瘫的 多拿两块没事 不能让孩子 不能让一下 不行都快 样一点流两块 不行不行不行 哎呀哎呀哎呀 都没什么 这归我了归我了 随着你 没她的 都我的 我就不想让她吃肉 我就不给她吃 我馋死她 给两块 盘给她 盘给她 盘不能 盘不能拿回来 你不给我 咱俩不就多几块吗 15号海燕 小伙你回来来 怎么就到你这就卡了 把糖球腻下来 我要不都扣下 到十六点块都得扣下 你们谁都捞不着 我这把一会儿给观众的 这把给压你王哥的 这一会儿功夫她又成好玩了 你看刚才我一看 就都密切了 搞不好回家给姑娘的呢 不是 这我这心情 我这多闹心 刚上场的时候 啥也没发的时候 观众也喊 十六点 十六点 这回她说 这把是给观众的 所有观众开始 有什么心情 好像都发完了 该自我介绍了吧 对 自我介绍还没有了 大家好 我是来自吉林省聊天室的 我叫张俊涛 我今年29岁 我的爱情血缘是 北漂小伙来到藏春 两个媳妇回家结婚 好 先看一下 十六个姑娘 刚才发唐的时候 不也都看到了吗 看好了已经 是不是 也看好了 太好了 来 想像十六个姑娘 对我们这位小伙子的感觉怎么样 大家可以先考虑一下 请选择 接下来 接下来跟进你的感觉 最爽的一盏灯 可以去了 马下死马来 我叫张俊涛 我是一个北漂 我们全家都是北漂 父亲是做物业的 母亲是一个厨师 他们俩都在北京工作十年了 在北京 我是真正靠我这双手养活自己的 我是一个按摩师 其实赶紧的 摩上啥呀 来了来了 我是2009年去的北京 找学校学的中医按摩 这行已经干了三年了 其实刚按摩这行业挺苦的 背后有不少人 直日点点说三道四的 心里酸酸的 能不能按了你啊 不好意思大爷 出来乍到的 你看不好意思 那你什么玩意都慌 不好意思大爷 不好意思啊 这些委屈不能跟客人发泄 不能跟父母说 心里不好受的时候 我会一个人走到公园里 小河边 唱起我最熟悉的旋律 早月里来是不新娘啊 村里村外 锣鼓全天啊 小家人在房中 巧搭班啊 我从小就喜欢二人传 因为父母的反对 我14岁的时候 就偷偷地离开家 跟着一个二人传演出团学习 因为没有学费 就帮他们干得灵活 搭个台是什么的 一有机会我就偷偷地学艺 从刚开始只会唱小茂 后期了会唱大戏能登台演出 就花了我整整五年的时间 最后还是因为父母的反对 我离开了二人传舞台 但是为了曾经的梦想 执着过 不后悔 现在我们家在辽园 有两套全款的房子 我父母一套 我自己一套 这套就是我自己的 如果你要想去北京的话 咱们就一起奋斗 如果你要想在辽园的话 房子现成的 就等着你过来 咱俩一起装修 阿豪 谢谢